10月充电季,现在加入建文会员,美军可以免费送5位好友会员资格,华尔街接完ID,Wall Street三文中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,美国与沙特因继续失踪事件导致的关系紧张继续发酵,在美国强硬表态后,沙特也发出警告,导致WTI原油价格大式早盘一度涨近2%。 第二,沙特官方媒体AL Arabia,Luz负责人Tokyo,而Dokio在周日发表的英文评论周称,如果美国因记者事件制裁沙特,这将意味着有价有可能飙升至200美元每桶,全世界都将面临经济灾难。 在这篇题为,美国制裁沙特,将意味着华盛顿刺伤自己。 的评论中,Luz负责列出了美国制裁,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,油价飙升至200美元每桶,俄罗斯在沙特建立军事基地,沙特武器转弯向俄罗斯等国签订武器合同,美国国防供应商遭受严重冲击。 伊朗控制中东,全球经济崩溃,尽管Odokio强调这些是他的个人观点,但沙特关没如此的一些动用石油武器,还是1973年来首次,这也立即引发原油市场的担忧。 亚市早盘WTI油价跳涨,一度涨近2%,目前涨幅缩小,布伦特油价涨幅一度也超过1%。 本月初,华盛顿流报记者的帽,Kashordi因计划与土耳其及未婚妻结婚,而且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领事馆办理相关手续,之后失踪。 随后,特兰普表示,若沙特真与Kashordi失踪依案有关,将受到严厉惩罚。 华盛顿流报上周五报道称,土耳其官员表示,已经掌握相关音频和视频资料,表明沙特方面,在领馆内去留了Kashordi,最终将其杀害。 沙特则否认记者遇害,趁其也离开领馆。 在上述评论文章中,LDQ写道,如果美国对沙特施交制裁,我们将面临冲击全世界的经济灾难。 这将导致沙特难以实现750万桶的产油目标。 油价升至80美元每桶,已经令特兰普总统生气了,未来没人能够保证油价不涨到100美元,200美元甚至再翻倍。 LDQ表示,如果美国对沙特施交制裁,沙特毫不眨眼,就能启用超过30种紧密义程序。 他还提到,制裁也要导致沙特被迫投向俄罗斯等国,并且停止从美国购买武器。 如果沙特停止从美国购买武器,也将不足为奇。 沙特是美国公司的最重要客户,10%的武器从美国公司购买。 除此之外,沙特还可以停止对美国政府的投资,总额达到8000亿美元,而美国也可能被逐租沙特市场。 这也是全球Top20的经济体之一。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产油国之一,石油的确是沙特在美国面前最有力的武器,而考虑到美国中期选举临近,油价上涨对特朗普政府而言非常不妙。 今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,尤其是随着美国对伊朗的制裁,导致原油供应受扰。 大量分析师开始预期当前位于85美元每桶左右的布伦特油价甚至会涨到100上方。 而对于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而言,油价上行意味着民众生活成本增加,也意味着民主党攻击特朗普政府的理由又多了一个。 从今年4月起,特朗普里屡批评OBEC认为抬高油价,并在4到7月基本每个月至少把一条推特要求OBEC增产来压低油价。 9月底,他又表示,美国为中东国家提供了安全上的保护,但是他们却在不断推高油价,OBEC的垄断者现在必须让油价降下来。 不过,至于沙特能在多大程度上动用石油武器,分析人士也曾有质疑,彭博上周援引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教授FORCE GUIDERS称,沙特所有用的最强力武器,就是石油和投资。 不过,我对沙特原流检查是怀疑态度,因为这也将伤及其自身,同时我也质疑沙特会撤回再美他投资。 长按下图,加入界文会员,阅读更多者数内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